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宰相扣准的强烈要求下 宋真宗御驾清征渡过黄河 清临蝉州北城 极大鼓舞了宋军士气 迫使辽国议和 当年12月 宋辽签订禅渊之盟 从此两国迎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 在说到这场战役的时候 一直有个疑问 辽国大军孤军深入宋朝腹地 难道就不怕被宋军包饺子吗 也许有人会说 宋朝军是力量弱 面对辽国大军压境纷纷望风而逃 才被契丹人一路打到了黄河边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点赞是对风牛爱世界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其实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当时宋朝军力并没有弱到一处击溃的地步 而且宋军打低是防守战 依靠城池和弓弩 完全可以压制得住辽国起兵 如先平年间宋辽之间爆发过四次大战 双方损失的兵力都在十万以上 起初宋军节节败退 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士兵也得到了锻炼 后面是愈战愈勇 其中 墨州之战 宋军大破辽军 斩首两万 望都之战 主力兵团的大对决 虽然辽军胜了 但也是惨胜 其死伤竟还在宋军之上 本来 辽军大举入侵是为了捞一些好处 但几仗打下来反而让宋军愈战愈勇 这让辽国开始反思 最后 辽国决定 要玩就玩一票大的 不再小打小闹 才有了后来的产军之意 宋辽兵力对比 为了进攻宋朝 辽国开始做战前准备 辽国是南 北院分治 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 因此 萧太后就下令南院辖区15岁以上 50岁以下的百姓一律到官府报到 他要发动一场宋辽战争史上 最为庞大的一场战役 缠冤之意 而对于这场战役 宋辽两国都是在赌国运 双方军队都是清朝出动 辽国 据史书记在 由萧太后 辽胜宗亲自率领的兵力就在30万以上 再加上负责从两翼配合的东西路兵力 辽国出动的总兵力起码在40万以上 由于辽军不用考虑后勤保障的问题 缺量了就地抢夺 因此 其40万就是实打实的作战士兵 宋朝 太宗 真宗朝 宋朝进军数量一直维持在40万左右 闲平年间与辽作战损失了10万 又及时颁布诏令补充兵员 当时 宋军在郑州 定州 高阳关一带部署了20多万军队在营州 大明府等重要军阵有三四万部队 再加上东路西路负责牵制骚扰的部队 宋朝出动的总兵力也在40万以上 不过 宋军需要后勤保障 每个士兵需要三个明夫才能完成补给 也就是说 光负责粮草转运的明夫也达到了百万之重 从兵力来看 宋辽两国是处于伯仲之间 但是这场战役的结果却是辽军长驱直入 绕开宋朝重兵把守的城池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杀到黄河岸边 威胁着开封城 不得不说 辽军的打法具有军事冒险主义的特点 故军深入 而且背后还有20多万宋军 如果后路被截断 宋军南北夹击 辽军将陷于绝境 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那么 辽军到底是基于何种判断 似乎一点都不担心后路被截就赶大举深入宋境 以达到其逼近开封城的战略目的 辽国的军事冒险 当时 面对辽国大举入侵 宋朝决策曾是这么判断的 一 已将20多万重兵部署在盈州 郑州 定州 高阳关一带 认为辽军害怕后路被截断 必定不敢深入 二 宋真宗御驾清征 在禅州驻扎 在下令郑州 定州方面出兵 会和河南军队 前后夹击 三 如果辽军还是继续南下 其国内必定兵力空虚 宋朝就派精锐部队进攻辽国 对辽军来说 后方被攻击 前线的辽军必定不敢在南下 四 一旦辽军撤退 宋朝就派骑兵追击黄河沿岸的辽军 必定可以大败辽军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 胆小的宋真宗才敢前往禅州 但是就在宋真宗准备北上的时候 突然听说辽军绕过重兵把守的定州 而是直扑兵力空虚的州线 一路攻城拔寨 打到了禅州城北 三十万辽军主力逼近了开封 如果宋真宗不是被宰相扣准逼着到禅州 也许他已经听从官员们的劝说 逃到了精灵霍四川去了 辽国军是大冒险 一路南下 完全不顾后入被截断的危险 这是为何 其实有时候冒险并不一定是错的 而是基于某种判断 因为辽国决策层都非一般人物 而是有着高超的判断力 从当时的战局来看 辽军进军速度是很快的 不到两个月主力就突进边境数百里 但是 由于宋朝实行兼必亲野的政策 辽军此次的收获并不多 而且 在面对宋军重兵把守的城池 辽军进攻受阻 迟迟拿不下定州 迎州等重镇 特别是迎州一战 辽军战死足有三万人负伤的更多 就在此时 萧太后 辽圣宗 萧太林等人召开军事会议 最终辽军高层决定 不在攻打宋朝边境上的城池 而是调转方向 权力南下 进攻禅州 这算是军事上的冒险 辽国为何敢于军事冒险 当时 辽军主帅是萧太林 是一员有勇有谋的大将 他曾在燕门关秦霍阳夜 东灭高丽 西桃党项 还平定了国内不足叛乱 算是辽国军界新一代领军人物 现在他在指挥进攻宋军城池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现象 辽军每次受阻于宋军的坚固堡垒时 宋军主力都没有过来增援 更没有内外夹击辽军的意图 他就判断 宋军指挥系统一定出现了问题 使得守城的宋军将领只知道坚守 不敢出城出击 更别说救援起方的友军 不得不说 萧太林的判断是对的 因为早在咸平年间 辽国也曾集结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宋朝 但在宝州 岁城连续遭到挫败 当时宋军本应该集结兵马 给辽军致命一击 但是宋军中路军主帅赴钱 就是按兵不动不准定州城内的八万进军出城作战 作看宋军城寨一个个落入辽军之手 对于此 宋朝诸将深感羞愧 都憋着一股火 纷纷要求赴钱下达作战的命令 但是 赴钱却笑着说 如今敌军气焰嚣张 若我贸然出兵与之争锋 必定会挫伤我军锐气 他的意思很明白 让其他部队集大地消耗辽军等时机差不多了 我再给致命一击抢夺功劳 赴钱的表现让人失望 他拿不出克敌之胜的办法 也不知道如何撤退 只下令各营坚守不出 于是便造成了各营孤立抗敌的情况 现在 辽军也是大举进攻宋朝 而且 兵力还比上次还要多一倍 宋军更是龟缩在城内 不敢轻易出城 这就为辽军冒险深入宋境 创造了客观条件 床子弩射死了肖塔里 宋军扭转战局 辽国做出冒险的决定 是做了两手准备的 一 赌20万宋军会隔岸关火 不敢跟随辽军后面 这样的话 只要辽军迅速攻下禅州 毕竟开封大局就定了 定州 郑州 高阳关一线的20万宋军 也将不战而溃 二 之前投降辽国的宋江王继中 肖太后给他交代了一个任务 让他以个人名义 写信给宋朝 说辽国方面有意义和 也就是说 辽军大局冒险的背后 其实是有着多方面的考量 并不是一种草率 更不是莽撞 而是基于某种现实判断 当机遇与风险并存 只要机遇大于风险的时候 这种冒险就不再是纯粹的冒险 而是一种科学决策 辽国的战略意图很简单 边打边谈 冒险成功 走上人生巅峰 不成功 有意合作保障 至少能立于不败之地 清皇不接是宋军各安关火的直接原因 宋太宗北伐辽国遭遇到两次失败 从此 北宋进军就犯了一个病 为辽如虎 再也不敢亲眼北伐 虽然不敢北伐 但宋军守城还是可以的 毕竟宋太宗在世 辽军也不敢大举入侵 但是同样都是那支宋军 为何到了宋真宗时 辽军不但敢于入侵 还敢大举深入 这在宋太宗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 一个直接原因就是 宋朝传到了第三代 军队却领兵的大将 面临着清皇不接的现象 而辽国却顺利地培养起来了第三代统兵之人 宋朝第一代将领 是以张永德 韩令昆 慕容颜昭等为代表 但他们基本没有代表 宋朝与辽国进行过大的战争 宋朝与辽国大规模开战 是始于宋朝第二代将领 以潘美、曹冰、李继龙等为代表 与之对应的辽国二代名将是耶律休哥 耶律携诊 这是宋辽第二代将领们之间的争雄 到了第三代 辽国诞生了新一代领军人物肖塔里 他在军中渐渐取代了耶律休哥的地位 成为了辽军新的精神支柱 但是宋朝却没有诞生出可以接棒的第三代名将 本来第二代李继龙还可以再战一下 但是由于在宋真宗即位的问题上站错了队伍 被宋真宗给抛弃了 因此宋真宗就必须找一位第三代年轻将领 接替退居二线的李继龙 进而与辽军的肖塔里抗衡 最终宋真宗选择了父亲 并与贤贫二年任命他为阵 并高阳关系营都部署 总缆队疗防务 同时还大力提拔了一些二线将领进入一线 早年的父亲也曾经很拼命 曾经跟随宋太宗北伐辽国 取得过不俗的战绩 但是到了贤贫二年的父亲 已经沦为一个贪恋富贵的胆小鬼 最终被宋真宗罢出流放房州 虽然更换了领兵主帅 但也不尽原意后来宋真宗都到了蝉州前线 北疆一线二十多万军队 却没有及时到达蝉州 这说明宋军主帅是看着辽军长驱直入 并没有尾随找机会掩杀 而是归缩于城池 隔岸观火 在与辽国的战争中 虽然宋朝也涌现出了一批 有胆识的青年将领 如杨延朗、杨四、李仲贵等 但也只能提拔道州 军、关主将的位置 他们自立尚浅 朝廷也不敢骤然将他们提拔到统帅的位置 否则难以服众 于是宋军主帅后继无人 出现了亲皇不戒的现象 在与辽对敌的过程中 就极度畏惧辽军 这也就是为什么辽军绕开宋军兼顾城池 敢于长驱直入的直接原因 就算准了宋军怕死 总结 自宋太宗法北汉 与辽国第一次交手开始到宋真宗景的元年 宋辽在这25年中 双方都战死数十万将士且不分胜负 作为辽国来说 人口和经济是远远不如宋朝 根本就耗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 辽国的决策层就赌了一次国运 四十万大军植入宋朝腹地 最终还赌对了 成功让宋朝签下城下之谋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